中国天气网讯今天12日开始,初冬北周末的下周初气温有波动了,北方大部持续回暖。 不过,随着冷空气影响三千,华北、黄淮等的乌合埋又开始发展增多,明天起至15日,新一轮降水自西南开始发展,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南方地区,需要景气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。 北方大部持续回暖,乌合埋天气溅缝插针昨天,呼和浩特天气晴朗,气温开始回升,原来是昨天,冷空气的影响趋于结束,除吉林外,北方多的气温陆续处地回升。 先减测显示,昨天14时,东北以及内蒙古中东部,多多的气温升幅在3到6度之间,部分地支达到了7到10度,升温之后普遍达10度以上,将蓝多的升幅多在2到5度,达到20度出头。 今天起,北方大部持续回暖,尤其是淮北,黄淮一带,最高气温将由之前的10度出头,陆续回升到20度以上,最低气温也将逐渐超过10度,像是太原,北京,天津,石家庄等的都是如此,且这种暖洋洋的感觉,将延续到下周间半段。 只是西北一带在明后天受阴雨天气干扰,气温会有短暂下落,但总体上也还是以回升为主,蓝州,林川等的也会先后回到20度以上,对于东北地区来说,升温之路相对短暂和坎坷一些,13月先后最高气温将回到17到20度左右,最低气温也会回归到5度以上,下周朱又将受到冷,空气影响。 气温再次下榻至10度出头,像是哈尔滨,北周中期最高气温仅有10度出头,明天会回暖到18度,下周一就会降到13度。 冷空气影响三些的时候,雾和埋天气常常见风插针出现,未来三天,北京平原地区,天津南部,河北中南部等,的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,将有精度来,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三级。 其中明后天上午不发时段可达四级,后天受入冷空气影响,满天气略减弱,全国大部雨雪稀少,南方新一轮降水,引起发展今天,全国整体降水较弱。 最强的降雨仍在云南西部一带,有中道大雨,局地暴雨,中央气象台预计,内蒙古东北部,西藏东部,青海中南部的,多多部分地区,有小道中雪或雨加雪,局地大雪,华北中西部,甘肃南部,西南地区大部,江南西部,海南岛及台湾岛等的部分地区,有小道中雨。 其中,云南西部,台湾岛岛东北部,等等的部分地区,有大雨,局地暴雨50到70毫米,明天气至15日,新一轮自西南发展,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南方,取景地区地强降雨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,中央气象台预计,明天,青海东北部,甘肃南部,西藏东北部,等,地有小道中雪或雨加雪天气, 西北地区东部,山西北部,内蒙古东北部,黑龙江西北部,西藏东南部,西藏东南部,西藏东南部,江汉南部,江南西部,华南西部等的部分地区,有小道中雨,其,重,西藏东南部和云南西部,等的局地,有大道暴雨50到90毫米。 从长年10月中旬的降水日数来看,西藏地区的降水日数都在两天以上,尤其是四川东部,重庆,贵州,云南大部的降水日数在4到6天,局地达到6到8天,是10月中旬降水日数最多的地方,降水天气将使得道路虚滑,尤其是局地强降雨的出现,可能也发抵制灾害,提醒公众加强防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